HELLO 大家好我是貝德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教你判斷對方是不是喜歡自己 首先要先跟大家說一個概念 就是你要知道對方是不是喜歡自己 那麼你自己也要做出行動才能判斷 不太可能用猜的 啊他喜歡我 因為他剛剛看我一眼 那個眼神就是喜歡我 他戴墨鏡 就是很多情況會是因為 你很喜歡對方 所以放大對方的行為 可能他只是好心幫你倒水 剛好朋友的關心 順便幫你做心臟手術 你就覺得你戀愛了 因為他讓你動心了 但實際上也許他也沒真的為你這個關係做什麼 但他已經在你腦袋裡跑了一整圈 因為跑了一整圈 所以你覺得 你不一樣 也許對方也是會對自己也有特殊的情感 所以放大了互動過程中的體驗 又或是放大了對方說過的話 回家也要小心喔 他跟我說 回家也要小心 這不是關心我 他是喜歡我吧 不然一般來說 不會說 回家要小心喔 不然要說什麼 你回家 好亂趕啦 屁啦 最好會有女生這樣說 其實老實說 判斷對方喜不喜歡自己 一個誤虛就是 放大對方說過的話 又或是 文字傳的訊息 看別的方式不會是他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是因為喜歡我 所以才說這句話嗎 因為假如你們是朋友的話 你們會說的話 也許是幾十幾百個小時 甚至是以上 通常大部分的人會記得的不會是說過什麼話 而是整體感 你在互動上 你有沒有感覺到他整體感是散發出來 他有被你吸引的 他有被你吸引的話 那麼從你行動之後的反饋 都可以觀察得出來 所以假如你是想說 我要判斷這個對象 喜不喜歡我 是要從某句話 某個文字訊息 又或是某個眼神 接到這個訊息 就代表他喜歡你 那你就太天真了 因為實際上 不是這樣判斷對方喜歡與否的 頂多出現某些台詞 你只能說對方有喜歡自己的可能性 但還是做出行動去確認 才會知道對方實際上對自己感覺到什麼程度 你就把面對感情對方是不是喜歡自己這件事情 當作你是醫生正在幫人看病 就好像這個人有病 才會喜歡你 沒有啦 是喜歡一個人就像得了一場病 你不確定他有沒有病 所以一定要做口頭確認 或是做檢查對吧 就算這病人說自己沒病 但檢查出來有病 那到底是有病還是沒病 所以假如這個人說自己喜歡你 文字口頭都說了 像是喜歡你的話 但實際上互動行為 他都沒有要跟你更進一步 行動回饋都很糟糕 那這是喜歡嗎 不是對吧 所以你還是得去做檢查這個動作 但許多人喜歡一個人 是不做檢查行動的動作 可能是不改 又或是不會 但真正要確認對方喜不喜歡自己 在於你有沒有去做行動檢查的動作 而不是瞎猜 瞎猜就算猜中 但你什麼行動都不敢做 對方又是內向不會主動的人 那你這關係也會只是停滯不前的 在那邊一動也不動 所以你要了解 要判斷對方喜歡自己 首先你要敢去做行動 才會真的能去做判斷 再來一個重點就是 網路聊天最強攻略課程 12月5號開賣啦 促銷一週六折 有興趣的朋友 不要錯過呀 那我們來說第一個 對方喜歡自己的判斷方式 對方的暗示 對方的暗示是什麼意思呢 當一個女生喜歡你 有些東西是藏不住的 表情、肢體語言的暗示 當然這你要懂判斷 也許他不自覺的手會碰觸你 例如他在幫你動手術的時候 這個狀態太極端就不算了 而是你會發現他可能會跟你聊天的時候 摸著你的手臂 或是身體靠著你很近 那個距離已經是等於快貼到你了 或是你講笑話的過程中 他邊笑邊拍打著你的肩膀 就是各種你會覺得 這些碰觸 是這麼不經意 但其實也可能是一個暗示行為 又或是對方看你的眼神 和回應你的話語句 你會感覺到他眼睛瞳孔在放大 當然不是這樣的眼神 死頂著你 而是眼睛透露出崇拜欣賞的感覺 再搭配著你說什麼東西 不管多麼爛的故事 他都能結束甚至笑著回應你 那這些回應搭配著肢體對方的碰觸 那很有可能對方就是對你有感覺 可能喜歡你 但這些只是有可能而已 所以你一樣當對方有這樣跟你互動 你可以去做推進的動作來確認 可能私下密對方看對方會不會回應 對方有這樣做肢體接觸互動 那自己回應一點聊天空間上的拉近 對方會不會閃 你稍微的把話題帶到男女之間價值觀話題 他有聊的更有興趣 還是直接帶開斷句你 甚至去做邀約單獨約會 對方有接受你的單獨約會嗎 當你抓到對方這些暗示行為後 你就可以去做推進動作 確認對方是不是真的如自己判斷的 他真的對自己有感覺也喜歡自己 而不是當對方這樣做 你就覺得 呃 他喜歡我 吃布丁的樣子啦 誰會喜歡你吃布丁的樣子 他又不是貝克叔 所以你還是得去做個行動 去確認自己的猜想 是不是因為實際上 表情和肢體語言的暗示 這會是經驗的差距 你可以判斷出來 純粹的這樣舉例其實很少 因為實際上 會是真實面對面表情 肢體語言 你都能感覺到對方整體感 真的傳達出來的是什麼 再從中去行動來判斷 自己的猜想對不對 但不管你的判斷依據是強還是弱 你都需要去做行動 確定判斷準確與否 所以你只有判斷沒有行動去確認 那其實也等於 只是自己腦袋在瞎猜而已 我們來說下一個 接受你的單獨約會 所謂的單獨約會絕對不是一起做個公式 可能要做工作或是客業上而出來討論 就把這個互動當作約會 又或是免費的票免費的活動 而是你這個單獨約會的提出 會是很明確的 我想約你跟我一起去體驗這件事情 很明顯對方可以感覺到 你跟他這個約會 不是朋友之間友誼的互動 所以當你在丟邀約單獨約會之前 一次判斷這個互動樂度 是OK的 你才會去丟這樣的邀約 而對方已經知道跟你約會 不是朋友之間的吃吃飯而已 而是真的要跟你約會 那就是代表對方月印給你泡 當然我不是說你要在約會之前去告白 而是你在丟邀約的過程中 就是展現意圖的過程 不用去怕展現意圖 因為當你判斷彼此互動樂度夠 你去丟展現意圖的邀約 對方又是接受 那其實代表他也許對你有好感或是喜歡你 那有意圖的邀約是怎麼丟 可能會是 我想要去玩什麼 我想要去看什麼 陪我去吧 這幾句話代表著 我想要去做什麼事情 這是你想做的事 陪我去吧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體驗這件事 這會是你跟他的活動 所以意圖就進去了 那就是看對方要不要接受 當然丟出這樣邀約前 你跟對方互動樂度要到一定程度 而不是隨便就丟出這樣的邀約去拚機會 12月5號我網路聊天最強攻略就要出了唷 想要讓自己可以懂怎麼聊到樂落約出去 不要錯過啊 這個男人太狠了 一直無情業配 可以啦 我平常影片又沒在業配 而你單獨約會的邀約 假如是用不明確意圖的邀約 那麼你這個邀約約會 是因為其他因素他才答應 還是因為你這個人才答應 你也不知道 那你其實就錯失一個 判斷對方對自己感覺到什麼程度的機會 假如又是用假裝朋友的方式去約單獨約會 那你真的約會的過程中 你去做推進 對方會有種被你騙的感覺 而你推的也會卡卡的 那其實你就只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好總結 行動去判斷 對方的暗示 接受你的單獨約會 這三個都有 那其實對方多多少少都會有喜歡你啦 但你要了解 喜歡不會是永久的 所以當你判斷後行動 對方沒有拒絕閃避 而是接受你的拉伸親密度的互動 那其實他就是喜歡你的 可是這是會有時間限制的 假如你讓關係一直停在某個階段 太久 或是一直放著不理對方 可能因為自己覺得反正他喜歡我 那我就先放著 那有可能這關係就會慢慢淡掉 所以打鐵要趁熱 而不是一直放著 覺得對方會永遠喜歡自己 你又不是不釘 不會讓人喜歡一輩子啦 好今天就聊到這裡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 都可以訂閱按讚留言唷 大家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